我们刚刚做好的范例 我是放在第一次列记2018 然后这个 这是我刚刚做的 这是我刚刚做好POP BI的档案 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现在我把它开启 来继续介绍这个部分 那请问你 现在这个档案 还有没有任何的 就是登录第三方GA的 这个账号密码的储存 没有了 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知道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 例如说移除手机的某一个APP 假设像我蛮喜欢 有一个叫做Snape 这一个APP 它是一个修图的软体 你只要例如说点几个按钮 就可以让你的照片整个修容 然后再放到 例如说脸书上面 好 那重点是 当你在使用它 它是不是都要绑 就是例如说 例如说 Snape要用你的脸书的账号密码 对吧 会有重景 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希望说 当你不要用Snape这个APP的时候 移除都会嘛 那你是不是要把那个绑定也移除掉 可能你也不会做了 因为重点是我们现在这个Power BI 你再去看 这边 然后 连选档案 然后选项及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 然后你去看一下 这刚刚我们做的嘛 那个档案 应该有印象吧 好 是不是在这里 好 那 我们 假设 假设我们现在 我还想要再增加一项 再增加两项 这我上次我应该有教过 所以晚一点 我们再去做 如何增加项目 我们就先来去做 就是说 那个以周围单位 以周围单位的一个分析 你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资料呢 如果我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Date 它这边是不是呈现 是年 季 月 日 请问 有没有周 没有周 这个资讯嘛 所以呢 我们通常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编辑一下 把这个日啊 的周 做出来 好 怎么做出来周 因为通常你要去做那个周的比较的时候呢 那我们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周 放进去 怎么做 首先我们在首页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在编辑查询这边 因为刚刚我是不是已经登出了 所以它要求就是说 编辑认证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登入 好 登入 可以吗 又要求认证 然后连接 好 然后接下来 它就可以让我去编辑 你看哦 针对这个日 我现在是不是只有这个年月日 跟什么 hit多少次 那个session 再来 就是使用者 所以我怎么样去做出来周呢 好 因为如果你不做出来周 它是不是只能做 年 年的比较 或者是月的比较 日的比较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现在 我们来去画 这个date 的hit数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可以去 去往下 年月 年 几 月 然后再往下 是不是可以看到 每一天 可是你就看不到 中间那个周了吗 就是本周有多少次 你就看不到 所以怎么样去做出来 周呢 有一个很简单 快速的做法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去首页 然后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去复制资料行 因为周也是跟日期有关的嘛 所以你应该不会复制到 hit跟user 所以滑鼠右键点选dat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复制资料行 就做出一模一样的资料行 因为我的目标是要做出周 好 那滑鼠右键 再点选这个date 复制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边可以去做转换 首先 首先有时候 像脸书的资料 他给你的是年月日十分秒 全部给你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先把它转换成 因为看到这里面只有日 年月日 所以你就必须要转换类型为日期 如果它里面有包含年月日时间 那你就选择上面这一个 看不同的社交网站 给你什么资料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是要转换类型 改成日期 因为它已经 视为 这就是一个日期的资料 滑鼠右键再点它 转换成周 那周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周的开始 或者是一周的结束 什么意思呢 通常 通常我们这些是同一周 11月2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11月20 星期六 好 它是把它视为是11月 对不起 我们 我们好 切换到这边 2017年11月 2017年11月20号 是不是在这里 它是以星期天 当作是一周的开始 这我觉得也还好啦 反正星期天就是 一周的第一天 然后接下来星期一是 那个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这就是同一周 就是11月19 到11月25 全部都算11月19 真周 可以吗 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有周这个资料了 所以滑鼠右键 去 重新命名 取名叫做周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关闭并套用 直接点上面就好了 上面这个图子就是关闭并套用 不用选下面这个关闭并套用 好 直接点上面就好了 最常用的就是关闭 然后把刚刚增加的那个栏 套用进去 好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画 例如说那个各周的表现 例如说各周的hit数 所以我点周 看看说我们要画 例如说直条图好了 然后接下来各周的hit数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要直接把它改成 不是年月日 而是直接把它改成是周的方式 这就是第11月19号那一周 然后接下来各周的表现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一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有放在脸书上面 所以那一周很多人来去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恢复到 就是大概平均40次左右 好 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们上课那一周 大家同学的贡献 可是事实上 你有没有发现 有慢慢这样往上升的趋势 有 好 可是大部分都是同学的贡献 可以了解吗 我的意思说 大概到这个地方 这是我应该有的 那这边 这边大概有100次是 应该是自然的发展 这边应该是各位同学点出来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会不会产生那个周 应该会哦 因为我这边 我的那个做法 寄托是在首页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 用这个日期滑鼠右键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复制资料 好 来去创造出来这个周 这样就比较方便 好 你就不用再去写 写韩式什么之类的 week day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请你们来去完成一个周的周报表 还没有讲完哦 先做出来周的一个报表